大家好,我是星星,這是西餐,這是麵粉,猜薄餅 這是豬皮嗎?看不到就不要緊 看這盒吧,這盒清楚一點,真的是豬皮來的 不是豬皮,是魚肚來的,早幾天發了魚肚 放在冰箱裡,冰箱裡有幾樣東西 冬菇,瑤薯碎,有些大包和小包的瑤薯碎 一拿起手就可以用,特別是冬菇 星星,你發魚肚的視頻也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 是找不到的,你不要跟別人說,一個不小心又錄不到,洗了 是呀,你每次都是這樣的,現在唯有拿這碗就和大家說說 魚肚,現在我們拿回來的魚肚都很乾淨 以前就說有些油渣或者沙爆魚肚,現在的沙爆魚肚都很乾淨 我們回來用清水浸透,然後拿去幾次,要浸多久都要浸一兩個小時 用凍水,然後用薑蔥水,出水,出第一段,然後再洗,然後第二段就像現在這樣 用魚肚子和薑蔥水,放在冰箱,就可以了 現在這些魚肚都很容易處理,我就不和大家吹太多了 今天就用魚肚和大家分享一個菜 很多時候魚肚都是用來炆的,這次我用來蒸,有什麼是蒸呢 有這些肉片,這些肉片都是我剛才在豬展那裡改出來的 我先先放了半茶匙的生抽,少許胡椒粉,半茶匙的糖,一個茶匙的生粉 一個湯匙的水,這樣就拿到起筋 還有一樣東西,蝦醬,這就是一個茶匙的蝦醬 這個蝦醬蒸肉片,用來炆香,用來炆香 然後炆香,爆了一點蒜蓉乾蔥 剛才放了一點底味,我們拌到肉片,起筋之後 現在就放在蝦醬裡拌勻 這個蝦醬蒸肉片,最好是用五花腩去做,蒸豬爽肉 現在就放了一點點,黏手就OK了 這次的豬肉這麼瘦,我們就放一點油 最後加入油,用意是把所有味道鎖在裡面 令肉更滑身,所以醃肉的油一定是最後加入 醃肉片備用 先把剛才用瑤柱水餵魚肚,把瑤柱水倒進去 勾一下水,備用 水可以要得到,煲湯的時候就放進去 師兄,攪了兩樣東西 蝦米,蝦乾嗎?蝦乾嗎?蝦乾 用來浸泡大概20分鐘 用來浸泡的目的,用來浸泡沙泥,讓它放鬆出來 然後我們便洗,洗乾淨 洗到沒有什麼沙泥,蝦腸不乾淨便洗出來 現在的蝦乾都買到很貴,我這隻是380元一金 蝦乾,都很大隻,放在手指上 品質都不錯,都很划算 有些買到四百多,如果有這麼大隻 我們便洗乾水,用紙巾吸乾水去備用 今天這個菜是雙蝦,肉片,蒸,魚肚 原本我不是已經蒸魚肚,是蒸粉絲 怎知家裏沒有粉絲 沒有粉絲,這次魚肚就當粉絲 我們做的時候就準備一隻碟 剛才都沒有聽你說的 有些乾蔥絲和蒜蓉 有什麼作用呢?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主要是用來拌肉 為什麼現在放,因為剛才忘記放 現在放一碟 放一碟在這裡 這些魚肚吸收所有瑤柱 它本身已經有些底味在這裡 我們放些魚肚在底部 這些這些瑤柱粒 放進去,不要浪費 用來煲湯就可以了 把肉片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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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蒸五花腩很好吃 但現在我和小雲都不吃得太肥 把肉片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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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才 把肉片放進去 就不用太過重味 喂,星星都放了很多蝦乾 是的,這個菜 其實主角就是蝦乾 把肉片放進去 剛才煮湯後 把肉片放進去 然後把肉片放進去 然後把肉片放進去 放在薑絲上面 備用 水大滾後 然後放進去 這裡大約蒸8分鐘 大滾蒸8分鐘 即是斬眼之間 我們看看模樣 我們看看水是清的 然後看看熟不熟 我們看看蝦乾熟不熟 蝦乾不用看的 最主要是看肉片 因為是鹹魚臘肉 見火受熟 第三樣是蝦乾 一見火就熟 這肉片就熟了 大家看到嗎 我煮得很漂亮 可以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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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就可以熟火了 我們先拿去 熟悉 熟悉你練了金鐘集 或者手 當然了 這些是經過長時間訓練的 大家不要學 放一些裝飾上去 切了一些蔥絲 我們來拍一拍給大家看看 又弄一弄魚肚 給大家看看 看看魚肚的什麼模樣 魚肚吸收了蝦乾 魚肚、肉片、蝦醬的味道 相當之惹味 這道菜 都是很適合 平時 好像今天回來 晚了 趕時間 在雪櫃擦魚肚 擦蝦乾 改少肉片 煮湯 兩公桌就有一餐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我先吃飯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就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聲聲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